好 这里是阿来Radio中华流行网 欢迎再回到理财生活通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 我们现场的特别特别来宾已经到了 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他的新书也跟大家来探讨一下 全世界都在关注台湾的政治的一个现实 跟地缘政治的问题 但我们觉得台湾人不紧张 为什么外国人紧张成这么要命了 那我们今天会跟大家来探讨一下 美国 日本 中国 这三个国家的一个竞争当中 台湾的关键实力到底在哪里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新书《练实力》 也请到我们政治大学国际事务的教授 李世辉 李教授 教授好 郁芬姐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其实大家知道我们以前请过教授到我们节目现场 当时我好羡慕你是京都大学经济研究的博士 对 非常的羡慕您 然后今天出版的这个书谈到的是练实力 过去我们可能听过软实力 硬实力的 那练实力谈到的就是地缘政治的问题 你直指核心 那过去以来的无论是软实力或者是巧实力 甚至是针对中国的锐实力 它其实是在国际环境的变化之下来去形容一个国家实力的一个特征 然后所以它有一些国际县市的一些因应跟转变 然后特别提到链实力其实是2018年之后 以半导体为主的供应链 它就是要升为全世界最重要的战略物资 然后这个物资大家去思考这个物资的整个的运送生产 或者是分配过程发现它其实是影响了国际政治的变动 然后这时候有几个重要国家就被点出来了 包含台湾在内 那当然这样一个链实力 其实我们在地缘政治上面 应该是通常是把它归类为地缘经济的一环 供应链的发展 然后再加上台湾原有在东亚第一岛链的一个核心地位 这个算是始于地缘政治的一环 所以地缘政治加上地缘经济 它就形成了台湾 目前为什么全世界都在谈台湾 为什么台湾的总统大选的动向大家非常关心 因为台湾的重要性在链实力的概念之下凸显出来的 你知道教授那时候我记得很感叹一件事情 就是台湾挖下去的是温泉 如果挖下去是石油我们就发了 可是曾解合时半导体晶片的一个重要性 让台湾也受到大家的关注 以前可能大家连台湾跟泰国 台湾跟台湾可能都搞不清楚 现在台湾很重要 听说德国什么都打电话来说 有没有晶片有没有晶片 那我们现在看到地缘政治的问题是 台湾为什么不担心 为什么都是国外的人在担心 我看到这本书我也知道说 其实大家都很担心 只有我们不担心 确实就是 当然各国思考台湾的重要性 都是从各国的国家利益角度来看 比如说台湾的半导体对美国很重要 然后台湾的地缘上面的角色对日本很重要 然后台湾的自由民主的这样一个价值观 也许对欧洲国家他认为这是非常一个重要的指标 所以各国都非常关心台湾的发展 那当然台湾在这个相隔台湾海峡 对面是中国大陆 然后他对台湾 他其实一直都是对台湾来讲 他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威胁 那这样一个情境 其实外国来看的话 特别是随着中国国力的发展 外国就是非常担心台湾的处境 或是台湾一旦就是受到了算是军事也罢 经济上面的这个压力而妥协的话 然后对他们国家来讲 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国家利益的损失 所以他们非常关注台湾 那可是呢从另外一方面来讲 台湾国内对于台湾情势的发展 其实我一直在观察就是 至少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那这两种不同的看法 在不同的时期又扮演不一样的角色 早期啦 早期大概台湾两种看法 就是一个是认为中国是机会 一个认为中国是威胁 所以两种看法其实是一直对立的 也影响到选举了 然后呢 那可是呢 在2022年之后 我自己观察到 台湾内部对于中国的看法 其实有趋向的意思就是 中国呢 其实就是一个风险 那机会呢 已经越来越低了 但是它是一个风险 可是有一派认为这个风险 已经发生了 所以呢 必须要联合与台湾 这个友好的国家 共同来对抗这个风险 另外一派认为这个风险 即将要发生 还没有发生 可以透过彼此的互动交流 去降低 甚至去避免这个风险 所以呢 目前台湾的情势 是有这样的一个不同 至少台湾有 我们从选举结果来看的话 至少大概有一半的人 认为这个风险 可能还没有发生 但是可以透过交流 去缓解 另外一半的人 认为风险已经发生了 所以台湾内部的意见 对于这个风险 还没有一个一致性 所以也会形成台湾 内部对这样的一种风险 有不同的讨论 就是也没有这么样的迫切性 那国外其实是 比较没有看这么多 它只看单独看半导体 单独看军事力量的变化 所以它会觉得台湾海峡 可能风险很高 我是有很多的朋友移民 去美国的 去澳洲的 然后每次看到什么共军来 或怎么样 他就跟我说 你有没有准备水啊 你有没有准备泡面啊 我说我出巷口就可以买到 我干嘛要准备啊 也就是说 不管是官方或者是民间 那个落差蛮大的 你住在外国的人快紧张得要死 台湾人一点都不紧张 对确实 当然我们也有一个原因可能是 那报导这样的新闻 其实媒体的收视率 或者特别是国外 媒体的收视率可能会 某种程度的上升 或者是大家会关注这些新闻 或者是有的时候 也跟这些国家 为了要编列自己的预算 然后呢取得民众的谅解 是有关的 所以它其实是有很多的 复杂的因素 那如果他们真的来台湾的话 他们也许可以观察到真正的实况 可是教授你觉得台湾现在 已经做出了一个选择了吗 你的观察 我认为其实就是台湾做出的选择 我认为台湾其实是朝向一个 大家所看到的方向在走 然后呢应该是做出了某种程度的选择 可是做出这个选择之前 它其实要对国际形势的发展 有一个确定的认知 就是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国际形势 你在确定未来之后 你才能够做出这个选择 那未来的话 以半导体来说的话 因为张中某讲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就是在半导体的产业里面 已经没有全球化了 他已经讲错了这句话 可是呢这并不代表 所有的产业都没有全球化 那唯独半导体 目前是已经 已经没有全球化的 那未来会不会出现这种 就是所有的产业都没有全球化 我在书里面是用半球化 就是欧美日是一个规格 然后呢中俄是一个规格 然后这两个规格互不相容 以比如说未来的半导体来讲 或者是AI系统来讲 这两个系统应该是不相容的 因为它涉及到国家安全 那未来是不是所有的产业都会朝向这两个不相容的规格发展 目前还没有定论 可是半导体至少我们看到是这样子 那如果你认为未来是一个半球化的世界的话 那我们现在就必须要选边 我们就要选边 你要选哪一边 那很明显台湾已经确定选边了 那如果你认为未来可能又重返全球化的时候 这时候你可能要有不同的国家战略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思维 那这时候是不是要不要过度选边 然后要保持某种程度的中立性 可是这个风险很高 选边的是一个风险低利润低的东西 然后呢保持中立随时在两个大个集团中间 然后呢取得自己的最佳位置 这个是个风险高 可是回报也高的 是 所以那目前台湾是看样子是选了一个风险低 回报也低 所以我们的半导体可能要多付出一些成本 在美国设厂一类的 然后这也是我们选择之下的一个战略 现在就是美国也是去设厂嘛 日本我们待会会聊到嘛 那德国也要去设厂嘛 我觉得大概台湾已经做出了一些这个选择了啦 至于说说现在大家很关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台湾当然台积电护国神山嘛 去美国设厂去日本设厂 但美国跟日本对台湾台积电的态度跟补助是截然不同的 你的看法是怎么样 我们待会讨论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下广告 好我们现场的是李世卉李教授 我们把他这本书《练实力》贴在粉丝团当中 让大家同步看到 教授是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的教授 也是京都大学经济学研究科学的博士 我仔细很喜欢京都 然后有一个朋友说 京都大学那了不起啊 李世卉老师这本书我觉得有明显的探讨到台湾 所做出来在面临地缘政治当中的一些思路 让大家更清楚的知道 你所很多不知道的事情 那我们来讨论一下台积电好了 台积电在美国也有设厂 在日本也有设厂 那在美国的补助到现在还没下来 不过有看到很多新闻就是说顶多几十亿 可能给英特尔多一点 但日本对于熊本厂一厂二厂都很积极 那你怎么看待我们跟日本的关系呢 台湾跟日本关系在贸易上面一直很密切 然后呢 那过去来就是一种叫做 我们在学术研究上面 我们叫做正冷金热 就是政治上面非常冷漠 就是很冷淡 日本的这些跟我们没有正式的政治交流管道 可是经济上面很热络 就是正冷金热 那可是半导体这一块呢 它涉及到了经济安全 所以它既有政策又有政治 然后又有经济又有产业 所以呢那这使得就是政治必须要直接介入 所以台日关系在台积电投资熊本厂这件事情出现了质变 以前就是只有经济往来 现在政治也必须往来的 那至于说为什么台积电在熊本厂收到日本这么大的支持 应该要回到就是 当初很多的报纸在报道这个台积电熊本厂开幕的时候 都说是黑船来袭 可是我的想法比较不是这样 我的想法认为就是 对日本来讲 黑船来袭其实是电动车 因为日本国家产业 特别是日本的产业的核心 其实是汽车产业 然后电动车直接冲击了日本汽车产业的竞争力 特别是核心竞争力 引擎这一块 然后那日本就是要找出很多因应电动车时代到来的一种方案 也就是在当时黑船来袭之后 日本找出的因应方案叫做明治违行 那所以我们认为就是其实让台积电在熊本设一场二场乃至于三场 其实是因应电动车时代到来的一个它的战略 这个战略我们可以说当时叫做明治违行 可能现在是令和违行的一种的大战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半导体其实它占日本的这个市值 半导体产业在日本市值 然后最近的统计就是大概是GDP的10% 然后呢它在日本的这个东正Prime的指数上面 它占的这个市值也大概是9.4% 所以对日本来讲过去半导体是被忽略 可是这样计算出来占10%的这样的一种半导体产业 确实有能力帮日本把日本从过去以来的失落30年 推向另外一个阶段的发展 所以它的算盘得好好打一下 对所以呢我们认为 所以它这个台积电设厂如此重要 所以日本几乎是竭尽全国的所有的资源 去投入台积电的这个在熊本的设厂 包含了日本的所有的重要的土建设施的厂商 也协助了这个台积电设厂 所以它不到两年就把这个厂盖好了 那土建能力最强的国家 全世界就三个嘛 日本 德国跟中国嘛 美国其实土建能力是很慢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设厂的速度比较慢 这也是一个原因 加上其实台积电也非常聪明 台积电在跟日本谈判的过程中 它已经设立一个台积电对外设厂的一个模式 就是要半额补助 你没有半额补助的话 那我可能对我来讲 你的优先顺位就没有这么快 所以它是有白子黑字啊 所以第二场也是半额补助啊 那所以我们之前看到德国的讯息也是这样 台积电因为德国的补助的金额 对德国的补助金额是有不同的见解的 所以现在德国的设厂这个进度就没有这么快 美国就更不用说的 现在连一场我们都看都还没有看到 所以美国是因为我们没有白子黑字讲清楚吗 美国是当然是透过国际政治经济的压力 然后呢加上它的一些大企业 比如说iPhone Apple这些大企业 是主要下单给台积电的厂商 它透过这样的一种 美国是全世界半导体最重要的市场 透过这样的压力给台积电 那台积电它考量之下 它就决定到这个美国去设厂 可是在这设厂过程中 因为遇到的一些这些不顺利 我认为就是一方面台积电 也可以减少它的资本的支出 因为它我还没有投嘛 然后呢一方面也可以 透过这样的一种方式 跟美国进行谈判 就是说我可以加注 但是某种程度我的补助金必须要 至少要参照日本的这样的一种模式 我觉得这个是 可我认为台积电应该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因为我们媒体有一些观察 就是台积电去美国设厂的时候 我们看到张忠谋先生是笑不出来的 不开心的 可他去日本的时候他是开心的 所以也有 当然我们就解读 就是说你去美国设厂是不是 也不是心安情愿的应该有一些压力的情况之下不得不去 对其实因为对这个台积电来讲就是 它的主要的客户其实都是在美国嘛 无论是高通 然后呢或是Apple 然后等等的全部在美国 然后呢那以1980年代美国来针对日本半导体发展所采取的手段来看的话 美国如果认真真的要做的话 其实美国可以做的东西很多 对 那那当然台积电在跟美国的这样的互动过程中 他当然要尽量避免然后产生这样的一个结果 对啊你说做的很多是因为在政治上的一个压力可以做的很多 甚至置你于死地嘛让你永不操生了 对嘛就是某种程度 那台积电至少在智慧财产权这块是还算是强的啦 所以呢以前在日本那块是 美国就是透过这个侵权的方式把你告上法院嘛 告上法院之后呢就某种程度就限制某些产品的在美国的销售嘛 从这个方式去打压你 嗯 哎他们有各种各种的一个手段啊 不管是让你的货币的一个对不对 然后另外就是还有限制你进口的问题 又或者是说用反特拉斯 总之他们有很多的一个手段啊 那这一次在美国的补助当中 其实大家也关注啊 你给英特有多少钱 你给台积电多少钱 台积电是一个不平等的开始 那台湾到底有哪一些的重要性 让美国也必须对台湾礼让几分 我们待会讨论好不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欢迎欢迎理财生活通 我是夏云芬 在我旁边的就是李世辉李教授了 我们跟大家来聊聊这个链史力 让大家更清楚的更完整的知道了 那么什么叫地缘政治 我们是用想就想的了 或者是用猜的 那么教授呢 用我们对于他的预测来看看到底地缘政治 应该进行哪些的盘点 我们刚从美国开始盘点起了 就是说美国到底他也很在乎台湾的 对不对 他也不能够没有台湾的一个晶片 但他另外一手也要扶植 英特尔的他的这个私心其实全世界都看得到 那美国的算盘到底是什么呢 美国的话如果我们从过去几年 美国对于特别是全球或者是亚太地区的战略布局来看的话 很多媒体都说其实新冷战已经成型了 然后呢那新冷战跟旧冷战 旧冷战我们大家都知道嘛 在194748年开始的 那旧冷战的时候对抗的是共产主义嘛 美国率领自由民主阵营对抗共产主义 那新冷战对抗的到底是谁 虽然你对抗的是中国 不是你对抗不是只有一个国家 我认为现在美国对抗的是中国主义 那中国主义其实它又涉及到了供应链问题 又涉及到了安全的问题 又涉及到价值观的问题 举例来讲好了 现在美国其实比较担心就是 美国一直认为市场经济必须要搭配民主政治 这样才会成功 所以他在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 他的要求是这样 你市场开放之后你要推动民主改革 然后这是符合美国的价值观的 可是中国过去三十年来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发展道路 我可以做市场经济 但是我不需要民主改革 而且从数字上面来看 当然中国内部有很多问题 从数字上面来看 外国人认为中国在这一块是成功的 所以他对一些发展中国家非常有吸引力 特别是非洲中南美洲的国家 他认为这些执政者可能不想要放弃权利 可是他又想要经济发展 这时候中国提供了这个发展模式 我就给你钱啊 对他认为中国成功了 所以等于说伴随着中国的发展道路去走的话 他们国家也会成功 这对美国或者是西方世界来讲 这个是他们认为是不希望看到的结果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无论是中国的军事力量发展 中国经济力量发展 中国想要打到红色供应链 自己的供应链 特别透过一带一路扩张自己的供应链的范围 然后再加上他要推动他的中国主义 那台湾在这三个重要的竞争场域里面都是关键 无论是供应链上面的半导体跟ICT 然后无论是面对中国主义的这种的发展道路 台湾提供了一个美国认为是一个最符合他价值观的发展道路 自由民主跟市场经济 在安全上面中国想要就是成为一个海权国家 他必须要先突破台湾海峡 必须要拿下台湾 这时候台湾在这边又扮演一个算是阻挡中国 或者是牵制中国成为海权国家的一个关键 所以对美国来讲台湾的重要性 是我自己来看 就是过去历史以来前所未有的重要 对我看你的书之后 我觉得我的那个腰杆更笔直了 因为台湾真的三练一体啊 而且说实在的 这种我们岛链的一个关键位置 不也不能说叫我搬家我就搬家 我就在这里啊 我哪都不能去啊 没错 好骄傲哦 确实确实 那刚刚所提到的无论是半导体也罢 或者是岛链也罢 它都有不可替代性 对 就是美国找不到 至少是短期之内 可预见的未来是找不到 然后可以来去牵制中国 或者是来去抗衡中国的这些最有力的伙伴 目前台湾是一个对美国来讲是不可替代的 那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啊 因为之前在投资市场当中有讲 就是说台积电当然就在竹科嘛 是一个大本营 所以呢当时有很多人讲说买房子要买到新竹去啊 万一真的有什么状况的时候 这个中共至少就不会打到新竹啦 但现在台湾也是遍地在开花了 对不对 你说新竹啦台南啦高雄啦 之前还说嘉义 我们嘉义也好了就等你点头啦 这种遍地开花的 所以这是希望就是中国不要炸过来了吗 还是怎样呢 确实就是那当然就是我们也没办法确定 就是说中国如果武力犯来说 他要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他会不会先去用飞弹进行攻击等等的 或者是摧毁台湾的这些最重要的价值 老实说台湾的价值对美国重要 对中国来说也很重要 对我们甚至还开玩笑说你不用担心 不要只有担心中国会炸过来 搞不好美国先把你炸掉 对其实我在书里面其实用了魔戒这个概念来形容 就是说我相信大家都看过魔戒这部电影或这部小说 对 那魔戒呢谁拥有魔戒谁就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利 然后呢现在看起来中国跟美国都想要掌控台湾这只魔戒 对 然后呢那可是呢这只魔戒只要被一个人掌控 然后呢那另外一个人他就不会坐以待毙 所以其实这也是西方国家非常担心的一点就是 或者是中国也很担心一点就是 比如说一旦台湾的现况出现了怎么样的转变 他就会导致战争 因为双方都不愿意对方拿到这只魔戒 我们可以试想就是假设台湾现在完全被美国掌控 完全就属于美国的话 我相信很多人会认为中国绝对不会坐以待毙 另外一方面当中国把台湾变成自己的的时候 美国跟日本会不会坐以待毙 我认为也不会 只是说现在这个状况就双方都想要这一只魔戒 可是双方都还不至于完全拥有这只魔戒的状况之下 那这只魔戒是属于台湾人自己的话就有点像魔戒里面的哈比人一样 大家都在争可是最后是落在哈比人手上的话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所以其实台湾历史也是这样啊 我在书里面有提到嘛 因为过去四百年来 就是围绕着台湾 有多少国家在抢 对不对 先是西班牙 然后荷兰也来了 然后清朝也来了 郑成功中间还有一个 然后呢 日本也来了 我特别提到就是日本其实是因为拿下台湾之后 他才有能力往东南亚发展 因为台湾的下面是菲律宾 然后呢菲律宾当时是美国的殖民地 所以日本拿下台湾 他往东南亚发展 第一个碰到的国家就是美国 所以太平洋战争 然后日本败了 我们可以说日本因为拿了台湾这只魔戒 我是说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然后导致了大日本帝国的崩解 我们从结果论上面可以来这样看 我甚至我在京都大学念书的时候 我的老师是相对比较左派的老师 然后呢 他就跟我们说 如果当初日本没有拿下台湾 他只会留在中国的东北 中国的北部去经营他得到的领土 或是得到的势力范围 那这样的话也许历史会改写 因为他就不太会跟欧美国家 因为菲律宾下面是英国的殖民地 是荷兰的殖民地 他就不会跟西方国家进行直接冲突 那这样的话整个的世界历史可能会改写 那老师有没有问你的老师 就是他的想法到底是什么 他希望是哪一种的一个结果 因为他是日本人嘛 好我们待会来讨论一下 就是台湾如果真的有事的话 美国人怎么看日本人怎么看 现在连菲律宾都有意见 我们待会讨论 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下广告 好我们现场的就是我们理事会理教授 我们就看老师的书 会觉得谁掌握了半导体 谁就拥有了天下 掌控了天下 那我们来谈一谈比较现实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在很多的 就是非政治性的节目当中 大家都比较不谈的政治风险 如果台湾真的出事之后 到底美国人会帮我们吗 日本只有自卫队 他没有办法出军队来协助的 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菲律宾太家的外号 那个巴丹群岛 他说我要进港口了 人家问他说你干嘛进港口 他就说如果老共打过来的话 对打过来台湾的话 我这边要先准备好 所以好像每个人的神经 每个很多国家神经绷得很紧 确实就是台湾有势等于日本有势 等于日美同盟有势 这是之前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他讲的一句话 这句话就是反映了台湾的重要性 以及日本必须在这个过程中有所作为 因为日本有势他就要有所作为 然后日本跟美国又是属于军事同盟 所以日本一旦出现了问题的话 美国势必也要 或者是美国如果介入台海问题的时候 日本必须也要采取某种程度的配合措施 可是呢 这是一般的这个政治面向上面的理解 可是一般人民其实对于 就是假设美国人也罢 日本也罢 对于台湾有势的时候 就是愿不愿意自己国家的军队 然后呢来出兵 然后去防卫台湾的这件事情 其实各国的民意调查 有各种不同的结果啦 简单来讲就是说 台湾其实 我记得大概在2022年那时候 裴洛西访台之后 然后呢 这个中国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之后的一周呢 其实台湾的媒体有做了一些调查 就是调查说 如果台湾有势的时候 然后呢认为美国会来帮忙的 以认为日本会来帮忙的比例来看的话 日本首度超过美国 就是台湾人会认为日本会来帮忙 美国不会来帮忙 那是因为那时候美国 其实他的航空母舰呢 其实没有特别到台海附近 然后来展示他的武力 然后嚇阻中国嘛 没有 所以那时候就是会觉得 日本可能来的比例高 我把这个资料 其实拿去给日本人看 日本就说 哇这个是不可能的 因为日本也做过一样的调查 就是日本人就是支持台湾有势的时候 然后呢派自卫队前来台海 然后的比例非常低 我记得大概不到20% 就是非常低 然后那其实这么低的原因 我认为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日本人所接受到的有势 跟台湾人所认知的有势 这个两个概念有点不一样 因为这个是一个日文 有势是一个日文 可是它就是汉字 所以我们就会直接拿来用 台湾人认为的有势 大概就是危机 出大事了 对 比如说台湾出现了新冠肺炎 日本就会给疫苗 台湾有势 日本有势 因为台湾如果疫情没有管控好 日本也可能受到影响 所以地震也是一样 台湾有势 日本有势台湾也会帮忙 他们认为有势就是一个危机 一个大危机也罢 可是日本的有势等于战争 因为日本有一个有势法 就是要因应战争的时候的相关法律 所以有势在日本的概念 日本人的概念有势是战争 所以他当然不愿意派自卫队直接介入战争 那台湾认为就是有势 这就是台湾出现了一些重大危机 然后日本人当然一定会帮忙 而且他认为日本人会来帮忙 而且日本通常是最快来帮忙 美国人比较远 日本比较近 所以台湾一出现什么重大问题 日本就会给予这些人道援助 经济支持等等 所以这样一个不同的理解 其实造成了双方对于台海情势的判断 可能会出现一些不一样的想法 那现在我们来看到台日的一个联盟 就是说日本也知道 就是说如果台湾有事 日本会有事 当然不见得是出事 就战争 但台日联盟一定会出事 那他怎么想呢 我觉得现在的联盟大概应该出现在 目前我们看起来半导体已经出现了一个联盟 然后台湾有事就等于日本有事 我们从半导体来看就可以看到 如果台湾的半导体的供应出现问题 日本整个产业链可能出现极大的问题 所以台湾有事就等于日本有事 这是没错的 所以那日本要怎么因应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从半导体的做法来看的话 我们大概也可以推估未来在政治面上 外交面上也许台日会有一些 另外一种的发展方向 日本现在其实在半导体的产业 这一块特别是国内这一块 他过去以来其实是比较是奉行的是 全球的专业分工 我日本掌握的关键的设备关键材料 然后呢那代工的就交给台湾跟韩国去做 然后那可是呢 这个在2018年之后面临了非常大的挑战 所以日本现在透过他的半导体战略 他重新去制定了他的一个国家战略 是区域自主生产 然后区域自主生产是不是日本 你把所有半导体全部丢到日本去生产 日本来生产自己自主的半导体是不可能的 从短期来看是不可能 那但是他可以跟台湾合作 让台积电或者是这个利基电到这个日本去设厂 然后呢日本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会优先提供他的关键材料给台湾的半导体厂商 那因为这些关键材料大家也在抢啊 那所以呢未来一旦出现了危机的时候 锻炼的时候 台日之间的这些资源可以相互支持 所以他在某种程度在半导体上面就形成了一个联盟 那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合作关系 未来也有机会推到其他领域 包含了一些我们所关键的安全领域 我觉得未来也是有机会的 那我们来看看美国 我们台湾人都会认为说 如果我说台湾真的有事的话 美国人其实会帮忙的 那你的判断呢 我觉得美国 你有没有问你美国的朋友 他会回答你不可拿 美国出兵的可能性 我觉得太多变数 太多变数 那有一个是可以确定的就是 美国会尽全力让台海不会有事 这个我们是可以确定 美国会尽全力让台海不会有事 因为台海有事对美国来讲 他会面临到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 这个艰难选择是台湾又如此重要 可是呢 依照美国国内政治情势 你要大规模的派兵去打一个 或是去对抗一个GDP 跟他差不多的国家 这件事他不是一个小国 他是一个大国 美国几乎在历史上面 应该没有主动跟一个大国 进行双面的战争 一对一的战争行为几乎没有 他打的其实都是中型国家小国 在过去以来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 美国自然不愿意面临到这个艰难的选择 不管未来11月选出来的总统是谁 都有影响吗 我们待会讨论好不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持续的跟理事会李教授来好好的谈一谈 因为11月要选出美国的总统 虽然这两个人看起来都是 我们都会认为有点老黄癫 可是这会不会有一些影响您个人的判断呢 其实我刚刚在前一段的讨论也提出 就是台湾内部其实对中国的话 就是认为中国是风险 可是才觉得因应手段不一样 那我也认为美国 无论是民主党共同党 他们都认为中国是风险 可是因应的方法也不一样 看样子民主党他希望就是结合这些同盟国家 然后共同来对抗中国 然后呢 那这个共和党可能就是采取某种程度的交涉 然后呢来解决这个问题 或降低风险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因为川普他从他个性来看的话 虽然川普是一个大家都不能预测的人 可是从他的本性商人本性来看 他应该会选择对美国利益最大的一种的方式 而且他看样子他对于海外出兵这件事情 是相对非常的不愿意的 商人啊 对所以呢那他就有可能选择一个 就是承认这个风险的存在 但是我跟你进行某种程度的交涉 然后来降低这个风险的存在是存 可能性是存在的 所以我们不要存有太多的一个幻想 因为美国的总统 当然一切利益是以美国人为考量的 对大家不要真的幻想 就是说台湾出事的时候 美国会立刻出兵 对其实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大家都觉得半导体很重要 全世界都要讨论地缘政治下半导体 可是呢美国人写的书是美国人角度 日本写的书是日本人角度 那能不能有一个台湾人写的 把台湾人在半导体供应链上面的重要性 以及台湾人希望这个半导体如何对台湾的国家发展 然后呢能够有帮助的概念 或者想法把它论述出来 所以那这本书呢 那至少我提出了这样一个想法 炮专引力让大家多多思考 其实台湾的半导体的重要性 必须要由台湾人来思考 是而且你知道老师 日本的出版社 对不对 要把你这本书翻译成日文吗 对对对 美国还没有吗 美国还没有 对对对对 所以显然就是说 日本人真的很重视这个岛链的实力 对不对 美国的话你还要去美国跑一趟 确实在供应链上面台日之间的密切程度 真是远超于其他国家 美国跟台湾的供应链上的密切程度 还没有这么样的多 日本真的是跟台湾非常非常的密切往来 二老师我们还有点时间 是不是给我们谈一谈 你对日本的一个观察 说实在的日本股市 你也对不对 从半导体然后从股市的一个反应 其实都非常的好 那当然他最近因为日元贬值的关系 所以他从经济体上摔下来 对那你怎么看到 日本现在的一个经济实力 看到日元未来的一个您的判断 我们如果从一个国境层面上面来看的话 对日本未来经济发展 我认为是相对比较乐观的 30多年前或是40年前 40年前就是日本的泡沫经济 然后它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 国际环境的特色就是 美国其实是某种程度要压着日本 然后支持中国的发展改革开放 所以日本是被美国压着 然后美国是支持中国的全球化 然后40年后看样子现在颠倒了 美国是压着中国撑着日本 所以从这个国际环境上面来看的话 我对日本的经济发展 未来是相对比较客观的 这长期来看的话 那据说短期来看的话 日本的这个国内的经济发展 目前他们过去以来的经济的 不景气的最大的元凶是通货紧缩 然后呢可是呢 这一两年的一些物价来看的话 虽然有一些是国外的因素导致的 然后呢当然也有一些是日元贬值导致的 那至少日本的现在通货紧缩的状况 已经缓解了甚至是解除了 去年日本的这个通货膨胀率突破了2% 台湾是无论如何都不能破2 对对紧张死了 日本是无论如何都要破2 这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政策思维 所以那如果日本的这个通货紧缩缓解 然后呢再加上他们其实去年跟今年的 加薪的这个比率都是创新高 所以短期来看日本的经济 应该也算是一个好的征兆 那至于说股市的这些热潮 其实我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解释 股市热潮的话就是 通常大家会去买股票 大家会觉得这个产业跟自己有关 我平常都可以看到这个产业 所以台湾第一次的股市热潮是银行股在带 因为大家都会去银行嘛 他觉得银行很重要嘛 然后呢那之后的一些科技 大家不是很熟 一般的市井小民不熟 半导体在过去两年的这个不断的报导 半导体影响我们的生活 半导体任何的我们使用东西都需要半导体 包括你坐的车子 使用的手机 看的电视 可是大家都会看下游的你知道啊 真的只有最近这几年才看上游 对所以呢大家会觉得半导体重要 所以日本的半导体的股票一直飙 等于说过去的一年来 日本的股市的飙涨 跟半导体的涨是有关系的 大家都拼命去买 关心 所以他又在日本造成一种社会现象 半导体的社会现象 过去是金融的社会现象 现在是半导体的社会现象 所以他让日本的这个股市就是冲上去 我们从这一两天的收市来看的话 现在日本前十大市值 前十大市值最高的公司 有三家是跟半导体有关的 东京这个威力科创 然后呢 Sony现在属于半导体 Sony现在是半导体 不是游乐器 是半导体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化学材料 就信悦 信悦 这三个就是现在 过去的一年都 就是拉动日本的股市 这个上涨的一个很重要的 老师跟巴菲特要去大买 那个五大商社有没有关系啊 巴菲特至少是看好日本的投资环境 然后呢 在随着半导体台积电在日本的投资 而且正式运作 其实我觉得是有联动关系的 老师你有日元比较多 还是日本的股市比较 股票比较多 我最后买日元 去日本的时候就不用换了 好谢谢李世辉 李老师也带来他的新书 我们Ti粉丝团 谢谢李老师 谢谢 谢谢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还有 I like radio 我 1978 感谢观看